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超市品酒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支 Tesco Finest Rizni Musso 2020 为什么会买这支呢 因为你看一下价钱 30元 特价呢 我不知道它实际多少钱 但是这支应该 我估计去到 Musso 德国 Rizni Steep Slope 应该不会便宜 但是我今天附近的家庭 突然看到 在翠鲁角那间Yuco 荃湾翠鲁角 很多白酒都贴了特价 有些是30元 有些是35元 有些是60元 有些是50元 很多款白酒 我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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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时突然是这样的 但不是一间Yuco 某一间Yuco 突然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倒倒了 Rizni 是我自己很喜欢喝的东西 所以就试下了 它本身已经冲凉了 本身买的时候已经冲凉了 好 看一看 这些色是很漂亮的 我们叫做Lemon Green 这些色都不算浅色的 对了 好 嗅嗅 嗯 有个我喜欢的Finti 即是金属味 带有点电油味 我喜欢的重口味的Rizni 有点甜 还有Citrus 即是柠檬酸的味道 有些是Apricot的味道 即是那些 幸福的味道 OK的 好 试试 嗯 酸度很足够 德国的白酒是必然的 如果喝下去白酒不酸 其实是不错的 酸度很足够 但不会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一瓶酸过农 没有的 喝下去酸度很足够 但那些minerals 那些stone fruit 即是土、peach 或者那些 那些荷袍 那些味道是很好的 嗯 嗯 嗯 喝下去的那些 金属味都在 有点白花香气 柠檬酸 可以啊 这瓶30元 真是没办法 真的可以收拾到便宜的 但当然 我猜这瓶 如果是Tesco Finance 应该不会太贵的 我猜这瓶大概是百 如果我原价 我真的不知道多少 我猜百多元 是 因为它不知为什么 贴了这些之后 就没有了原价 多少钱 我猜百多元 但是这瓶 如果就算百多元 都是很好喝的 德国白酒 是的 德国的 listening 即是没死错人 是的 有了Wine Maker的签名 所以应该不会太差 是的 不会太差 不如做臭自己的名字 好 30元 我收拾到些非常好的东西 你看到它 有这个 这个 我真的不懂读 这个 这是德文 这个是有质素的 即是说 有 那些叫做 法律的框架 是一个有质素的 有某程度质素的白酒 是的 入流的 即是好像法国的AOC酒 是的 这一瓶 是的 Muzo 还要是 它说明了 是Steep Slok 即是很斜的山坡 代表着什么呢 日照够 但又够冷 是的 即是 早上和晚上的温差很大 是的 所以就做到 那个葡萄的酸味 是很足够 嗯 好 今集就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 赞好 分享出去 还有有什么酒 你想我去试一下 那你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尽量找回来 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好 再见 拜拜